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在8月5号星期一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耀逸 美中人群对话在7月30号以及31号在中国昆明举行 美国国务院表示本次的人群对话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未来的人群对话将何去何从呢 节目当中我们将央起专家为您分析 另外总部位于纽约的劳贡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7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称 负责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台湾合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和苏州的工厂侵犯了员工权利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报告的作者和分析人士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的我们先来看美国五大主要报纸的关注的头条新闻 首先是纽约时报 美国新的健保法案将会要求政府工会为政府员工谈判更低廉的健保方案 因应恐怖威胁 美国在中东以及北非的使馆本周将继续关闭 还有纽约警方射杀一名携带枪支的14岁少年 在华尔街邮报的头条是 美国使馆因为恐怖攻击而继续的关闭 而关闭有第二关塔纳摩湾称的当地监狱 是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挑战 还有美国国会8月休会 但是游说活动并未停止 在今日美国报方面 头条是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联邦调查局允许宪明在2011年做出5600件的违法举动 还有一个男子在洛杉矶的海边开车撞击路人 造成一死十一伤 还有在印度尼西亚的一间佛教寺庙 遭到了炸弹攻击 有一人受伤 在洛杉矶时报 关注的是由于严重的恐怖威胁 美国使馆持续关闭 洛杉矶警方逮捕开车撞击路人 造成一死十一伤的男子 还有纽约警方射杀一名14岁的持枪少年 当时这名少年正在开枪追击另外一个年轻人 最后来看华尔街日报头条则是 美国政府否决法庭对于苹果公司 违反知识产权的判决 以及美国还有欧盟的官员说 伊朗正在试图制造核弹 最后重启炉灶的基地组织带来了威胁 这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五大报所关注的重要新闻 好的 流氓藏人星期一在伦敦的国际酒店集团外 抗议该集团计划在拉萨新建豪华大酒店 这些藏人用一双大双人床 摆在该酒店集团总部大楼外 抗议该集团和中国当局同流合污 同床共枕 这些藏人带着该酒店集团老总 所罗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罩 表演两人正在交换钱包 而在床单上则写着大字的标语 出卖西藏 这次活动是流亡英国的自由西藏组织的藏人 和学生们组织的 他们从今年五月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好的 再看完关于这个藏人方面的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知名媒体人孝鼠 他在星期天已经在新浪微博说 他已经重获自由了 这位南方周末的前评论员是在上周五失踪的 孝鼠他说呢 这一次遭到国保绑架 是因为他参与救援许志勇等16位的新公民行动 孝鼠说 从周五的五起 他失去了自由达48个小时 而被国保绑架到北京机场 押回广东 拘禁在藩语的小营州度假村 而在期间呢 他并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手续 孝鼠说 他参与救援许志勇的活动 是基于坚守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贯的立场 而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之最大的公共利益之所在 好的 美国众议员克里本本地沃尔利奥上周末 在众议院提出了有关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立场的决议草案 草案指出尽管中国签署了有关公约 但是拒不执行 不使用酷刑 奴役劳动等相关的条约 草案特别提到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继续关押 其妻刘侠遭软禁的事实 草案说 有鉴于此 美国应强烈反对中国重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 并在有关的选举中投反对票 同时鼓励其他有关国家也投反对票 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其他国家参加成为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成员国的选举 是 这样我们已经把目光转回到华盛顿了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的华盛顿发生了这个涂鸦的事件 也就是由这个58岁的华裔女士田家美 她在华盛顿呢 扑洒这个污损公务罪而被法官判处送到禁闭式反省 在华盛顿的高等法院8月2号做出这个裁决 说田家美因为7月2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 用绿色的油漆损毁公务而被捕 警方在其身上搜出了装绿漆的饮料罐 田家美持的是中国护照 她被捕的时候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从7月26号开始呢 华盛顿的一些著名的景点 如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上 还有一些地方都遭到绿漆的泼墨 警方认为这些连环恶作剧行为都是这个田家美所做的 而且美国媒体报道说呢 这是多年来美国所发生最严重的涂鸦破坏事件 好的 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消息 星期一美国将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 同时呢 出于安全的考虑 美国驻该地区的19个使领馆将继续关闭 在美国国务院授权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 包括美国驻巴格达 喀布尔 阿尔吉尔以及多哈的大使馆 美国星期日关闭了20多个使领馆 并向美国公民发出了全球旅行警讯 旅行警讯中说 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 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 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 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 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 包括安曼 开罗 萨纳和迪里玻璃 刚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国国务院 也提到了中国的人群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美中的人群对话呢 在上周30号以及31号 在中国的公民举行了 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呢 本次人群对话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那未来人群对话将何去何从呢 节目当中我们要请专家来为您做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先收集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U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美中人群对话在7月30号到31号 在中国村民举行 美中两国呢 从1990年开始进行人群对话 到这一次是第18次 而中国从2002年到2008年暂停对话 回应中国在联合国批评中国的人群记录 美国国务院则说呢 美国在会议当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的法治 宗教自由 表达自由 劳工权益以及少数民族等问题 不过中外交部则表示呢 对话内容包括在平等 以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进行坦诚 以及深入的交流 促进两国的人权进步 不过呢 出席本次会议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上周表示 本次人权对话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以前的人权对话中是否有取得何种成就 而本次会议为什么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呢 美中人权对话下一步该怎么走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 一位是VOA卫视的记者林峰 林峰欢迎您 林峰你好 另外一位呢 是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先生 高先生呢 通过电话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不过首先呢 我们先请演播社林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人权对话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个人感觉这个对话意义非常小 因为感觉这个对话从这个中方媒体 就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来看 双方是各说各话 那么中国居然是抨击这个美国人权记录很糟糕 说美国呢在对待恐怖分子 刑讯恐怖分子方面对他们虐待 那么说美国的这个土著人得不到 也就是印第安人得不到 他的权力得不到保障 还要说美国这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 我觉得这些攻击都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相比较来说的话 中国和美国在人权方面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等的 这个谈话的这个这个舞台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对待自己的这个本国国民方面的 这个特别是在言论自由啊 特别是在这个结社自由出版自由 都有这些这些最基本人权方面 都有很大的 对中国的公民都有很大的限制 所以很难说 这次人权对话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突破 那么美方的官员也是 这个负责人权对话的官员 也是坦诚说这个对话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李峰你刚刚说的也蛮有意思 你刚刚分析说 中国那边提出了几个攻击 包括什么少数族裔啊 印第安人啊 包括这个种族歧视 但所以听起来好像中方本来 这次就没有打算来跟你谈 他就是以一个defense 他以一个抗拒的心态 来坐在这个谈话桌上 来跟你谈这个事情 所以他好像没有打算 要听尽你的建议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子吧 对的确是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务院 每年都会出台一个这个 发布一个国别人权报告 那么其中对中国 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比如说这个朝鲜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 都会有对这个这些国家 这个人权记录不太好的国家 有一个非常有一个这个批评 那么在紧接着在这个 这份报告公布的第二天的 中国也就发布这个 对美国的这个人权报告 基本上谈的这个内容 跟他跟中国政府立场 大致相当 基本也就是说这个 美国这个种族歧视问题啊 还有就是说这些什么 贫穷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这个贫富差距加大啊 这些其实也就是说体现了 这个中国政府和这个美国的 这个在人权方面的一个 本质性的一个一个分歧 也就是说中国在谈人权的方面的话 更多的是谈这个人的生存权 那么美国人 还有西方世界的话 在谈人权 更多是谈这个人的这个基本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结社自由等等 普世价值 对 好 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上了 高文谦先生 我们想请高文谦先生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这次是第十八届的这个会谈 那么在前十七届中 有没有取得一些 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呢 实质性的成就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中美人权对话呢 是一个老戏码 从90年六四镇压之后就开始 但是呢 现在早已经呢 这个流于形势 可以说呢 这次对话呢 只是一次例行公事 官样文章 那么对中美两国政府来说呢 人权对话呢 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对中国政府来说呢 对话只是装点门面 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挡箭牌 以此来呢应付这个国际社会呢 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呢 也或多或少的 或者是这个在应付舆论 以便对美国政府 对美国舆论 对美国民众呢 有所交代 那么我现在觉得呢 这出戏呢 实在不应该再继续演下去了 已经到了改变方式的时候了 中美人权对话 应该有新的思路 是 谢谢高文介先生 那我想继续请教高先生 就是说呢 这一次您刚才提到说 这个对话的结果 好像并没有很有成效 那其实这个美国的 这个代表的官员呢 泽雅他也说呢 他说 不过这个对话启动以来呢 中国公众对于政府问责的预期 也在产生变化 所以似乎国务院 在美国国务院这边是认为说 虽然与中国政府中间的对话 并没有产生预定的成效 但是他已经有 在某个程度里面提升了 中国公民对于他们政府 是否要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也公民力量 公民意识的提升 你觉得这个现象 是不是真的有像 这个国务院官员所说的一样呢 我觉得的话呢 确实是中国现在这个民权意识 空前的觉醒 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呢 也在初步的形成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中国的人权状况啊 非得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恶化 最近的话呢 刑事拘留 这个许志勇就是个标志性的 这么一个案例 那么 那么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 呃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 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个 没有足够压力的这种情况下呢 是根本不想改善人权状况的 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呢 倡导普世价值呢 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 自由 人权 是美国的立国的理念 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发挥领导作用 我个人认为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 对中国形成国际 国内的双重压力 迫使中国改变 那么一个方面呢 就是从国际社会中进行协调 呃 可以说用共产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 形成的一个国际统一战线 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啊 采取一致行动 步调一致 以防止被中国政府呢 这个各个击破 第二呢 就是跟你刚才说的 这个话有关了 改变对话的方式 因为以往呢 中国政府呢 一直要求坚持是在两国政府间的闭门对话 那么既缺少透明度 也缺少这个广泛性 因此今后呢 应该改为什么呢 美国政府呢 在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同时 同时与中国正在兴起的民间力量 进行多层次 多渠道的这个对话 这样内外结合呢 形成多重压力呢 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啊 这个迫使中国政府来改善人权状况 好 高先生 刚才您提到说 应该美国政府应该跟中国的这个人权组织 进行多层次 多渠道的对话 那么我们在这次的对话中呢 看到呢 其实呢 美国政府是有向中国当局呢 提出就是那些 他们拘押了那些 试图从黑监狱中 营救上访者的这些活动人士 那么您觉得 这一点呢 就在这一点上 这次的这个人权对话 有没有能够产生一些 什么样的集体作用呢 我觉得那是 那是这样子 刚才那个 刚才说到了 这个中国政府呢 虽然表面上同意人权对话呢 但是呢 事先做了许多手脚 那么坚持呢 刚才我说 只能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闭门的对话 并在议事那个 并在议事和那个议程和这个规则上的 这个设置障碍 比如说 要求只能是双边的形式 他这一点呢 是要防止欧美国家 之前进行那个协调 另外呢 他要排除非政府组织 也就是中国的民间力量 参与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是给了美国挖了个坑 让美国忘记跳 那么人权对话能谈什么议题 什么人能够参加 完全是被中国呀 政府牵着鼻子走 现在应该改变这么一个状况 不能由中国来这个设定 是 那谢谢高文先生 那我现在想请教这个 我们现场的林峰 也就是说 刚才也讲了说 如果说以公众的方式 能够参与的话 或许对这个人权对话的效果 会是更好的 但是我们看说 反而是在美国官员 如果就到中国的时候 反而是更多的人权人士 像我们最近看到 许志勇等等人被关押 反而是他们更受到镇压 所以说 如果美方提出要求说 希望以后 我们以这种多管道的 多渠道的方式 来进行对话的话 中方会同意吗 我觉得希望不是很大 因为不光是人权这个议题 实际上在很多的议题上 包括这个领土争端 包括在南海 这个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 中国最讨厌最反感的 就是说多边 以多边的渠道 去跟你进行这个沟通 这是中国的软肋 中国不希望在任何的这种 就是涉及到这个 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的 这个问题上 跟两个国家以上的政府 进行这个协商 我们从过去的很多 这个事件上 这个事例上都看得出来 中国在和多边 在多边的这个框架下 这个谈判的这个经验 他的手段 还有他的这个能力 都是不足的 所以中国一直都希望在 很多的国际问题上 包括涉嫌到中国 所谓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他都希望是以种 有一对一的方式 跟对方进行这个协商和沟通的 其实这样也牵扯到 刚才我们高先生所分析 也说希望有一个国际的 联合的战线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 这个中国政府最害怕的 一种沟通的方式 中国政府是不希望将一些 他所谓的国内议题 还有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进行这个国际化 包括就是说 刚才我所说这个南海问题 还有这个人选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问题 中国都是不希望 把这个问题变成 变成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去协商去沟通 这样的话 中国就会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 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高先生您认同林峰的观点吗 我觉得的话呢 确实这个是中国政府 就是但是不能让中国政府 刚才提到 不能让中国政府牵着鼻子走 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呢 这是国际社会 这个中国既然是加入WTO 在经济上加入经济全球一体化 那么在政治上呢 他要拒绝普世价值 这种他玩的是这一套那个把戏啊 现在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 不能就至少是双方 在这个问题上讲 要有那个就是对话 要有的话呢 这个这个交锋 那么如果说完全还是按照这个 这个就是就关起门来的 这个闭门的黑箱作业的话 这是中国政府最希望的 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件 我刚才我给你讲的 拿这个当做挡箭牌 来这个应付这个国际 这个社会的这个批评 而且呢 你要可以说个案上呢 他也做出某些让步来 但是这个是完全玩的是 人质外交 那么捉放草 那么抓进去一个 放了一个抓进去两个 抓进去放了老的这个一人 是抓了新的像许志勇 像其他的就是这些人 所以这么玩 永远中国人权状况的实质性 没有任何改善 是那我继续请教高文先生 您刚才也说到说 这个国际统一战线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 非常的强大 包括在欧洲 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 甚至在美国本身 都有很多的投资 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们也担心说 触怒中国了 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影响 那如果说单纯的对话 也有这个美国议员在批评说 单纯的对话 是没有办法造成这个压力的 你要加入经济制裁 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手段 那您认为说 以经济的手段来压迫中国 是可行的吗 或者是说 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呢 我觉得的话呢 经济制裁呢 是一把双刃剑 当年中国呢 为了加入世贸呢 有求于美国 那个时候的制裁呢 可以起一定作为 对国待遇 但是现在中国 中美经贸交往已经很深了 是一个共生的格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制裁当然会对中国有影响 但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复苏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刚才我提到 可以在方式上 可以在思路上 有新的改变 就是增加透明度 增加代表性 你比如说这回这个 这个在外交部的外面 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个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普遍审议 第二次 那么中国很多的访民 就在外交部的面前 现在坚持了四十多天 都是老大爷和老太太 七八十岁了 在这么酷暑下 那么这个东西就反映了民意 那么美国政府呢 应该就这个问题 跟中国政府进行那个交涉 既然你写中国人权报告 应该广泛地听取 这些人他们的意见 那高先生 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听取 这些人的意见呢 就是要跟美国政府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对美国和这个欧美国家 都是一个考验 我同意刚才说的这个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它已经的话呢 这个跟很多国家交往非常深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会同样的采取经济手段 来进行报复 比如说李小波获奖之后 他就制裁这个挪威 使得挪威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考验美国和这个欧洲 这些民主国家 他们是把经济利益放在 人权理念 民主理念之上的 还是反过来 这个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另外 即便是从美国 或者欧洲经济利益来考虑 中国的人权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成为世界性的 这个这么一场灾难 美国的经济的衰退 美国经济被掏空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中国采取低人权的经贸 那么挖空了美国的实体经济 那我现在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林峰 就是说除了经济制裁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透过外交手段 或透过其他的手段 来对中国的人权的情况的改善 能造成压力呢 我认为现在就像刚才高先生谈到的 说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实力的 这个迅速崛起 那么像西方国家传统上 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杠杆 就失去了 失去这个作用 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 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 这个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这个的确中国 比如说在重大的经贸问题上 是有求于西方国家 特别是在入市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中国每年都要是经过 这个美国最惠国 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这个审核 所以那么美国当时 美国国会是把人权和这个贸易问题挂钩 那么对中国形成了一些压力 那么现在这个杠杆失去的话 我觉得对于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以美国为首 这个自由世界的老大来说的话 他应该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 那么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说美国经济正在复苏 那么美国可以通过自己 提高自己经济实力呢 来拉动自己的软实力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给中国形成一个示范效应 那么我想中国大多数的民众的话 至于人权问题 我认为中国还是应该从中国内部来 来着手来看 那么中国的人权的改善呢 也应该把这个希望 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众身上 而不是寄希望于外国政府 或者国际社会上面 那么从美国的角来说 它只能是从侧面的方式 有一种辅助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中国改善人权 那么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美国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让来拉动它自己的软实力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帮助中国民众去唤醒他们 这个民众的公民意识 那我们最后请高文先生 做一个很简短30秒的结论 就是说您期待第19次的人权对话吗 您希望这个对话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我觉得的话呢 对话总比不对话好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既然对话的话 需要有新的思路 需要改变方式增加透明度 增加广泛的代表性 好的 感谢高文先生今天透过skype 与我们做连线 进行今天的讨论 也感谢BOA的记者林峰 在现场跟我们讨论 美中人权对话的议题 那待会回来呢 我们要探讨的是苹果公司 在中国的代工厂 侵犯劳工权利的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嘉宁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 全新打造 微信为时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VOA卫视 作为的迫害 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程度 这种能量 是香港这样的这种人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好的 好的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总部位于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 中国劳工观察 7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称 负责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台湾和硕 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和苏州的工厂侵犯了员工权利 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侵犯劳工权益事件 不断建筑爆端 这一次中国劳工观察发现的问题 主要有哪一些呢 这份报告是否有助于解决 劳工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 以及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国会 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员会研究员 马大卫先生 马卿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则是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 李强先生 李强先生透过skype 做连线 李强您好 李先生您好 好 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呢在工人 合硕公司的工人呢 对公司的抱怨主要是什么呢 在这个合硕的工厂调查中 我们发现这个工人 这个就是扣押工人的这个身份证 然后来这样的话 造成这个工人不能够离开工厂 而被迫在工厂继续工作 然后就是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 每天有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的早会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加班时间过长 就是每周的工作时间在66个小 加班 每周的工作时间在66个小时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大量的雇用这种未成年的 未成年工包括学生工 就二略这个学生工做的工作 就像成人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二略他在招聘的过程中 有明显的这种歧视 不招聘这种 少数民族 包括这个维吾尔族 那个藏族等等 回族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 包括是违法的 以及违法的这个苹果的这种 采购政策的一些那种行为 那这个工人知道他们这个公司的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吗 实际上很多工人还不知道这种是违法的 对 我想请教就是说 这些所谓在中国发生的苹果公司的代工厂的违法行为 本身是合乎苹果公司本身的规则吗 还是他并其实与他们总公司的规定是不符合的呢 那肯定是跟那个苹果的这个规则 是那个他的那个规定完全是不符合的 比如说苹果说这个不可以这个强迫劳工 那么这个工厂是扣押工人的身份证 这个是这个是完全是违反了这个苹果的这个规定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工厂这个那个那个要求工人 那个比如工作时间超过66个小时 像苹果的规定是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60个小时 那还有就是说那个工厂不能够叫工人支付这个扣押工 比如说这个就是扣押工的工资 但是这个工厂如果工人没有工作三个月的话 会扣工人600块钱作为他们的那种中介介绍费 像这些都是违反那个苹果的这种采购政策的 李江先生我们在您的这份报告中也看到说 在你们是派进了好几名员工到到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卧底 就是进行深入的调查 那在报告中也提到说很多的员工呢 就是很多合硕公司的员工呢就受不了这个工作压力 所以很快就辞职了 那除了工人除了辞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抗争手段呢 这个很难你想这个工人一天 比如他工作就是就一个工人 他从早上六点半起床 然后到十点钟才回到他的宿舍 工人之间都没有交流的 而这个工长他有一点就是说 他是这个就不可以说话的你在生产线上 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的话 是你就是说你就是就赶快去吃饭 因为你看工人走路走到食堂可能要将近来回可能要将近15分钟到20分钟 然后排队打饭吃完饭马上要到那个到那个生产线工作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交流 而且一周的话只有一天休息 对吧就早出晚归根本就是说工人回去之后 就是说赶快要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就上班 所以说一个是工人很难有组织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没有这种违法的 就没有这种 就工人不了解这种 他们的就是说在权益方面 可能就是说因为都是各个地方来的 而且都是比较就是说他们也比较分散 而且很难就是说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当然这个公司它就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说对工人的话就变得可能就更加的这种 就是说更加的这种残酷吧 就对工人的压迫 李贤 让我一定要请教您说 您刚刚提到这些对于员工的不公平或者是的这种现象呢 是否在除苹果之外 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外商企业 在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代工厂也有类似的情况 那他们的情况是更好还是更坏 实际上这个这种苹果公司在中国的这种情况的话 在其他的这种代工厂同样存在 实际上我们大概做了有400多个工厂的报告 苹果的调查可能是我们整个 可能不占我们5%吧 就是说我们以前以往调查 实际上苹果的情况的话 实际上跟其他的这种代工厂的情况是比较相近的 就趋务不到 好的 接下来我们想把问题交给在我们演播室的马先生 马先生我在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呢 给苹果公司发了一份邮件 但是呢一直没有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 应该是礼拜四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苹果公司的回应 那您觉得这个苹果公司在美国这个苹果公司总部 他们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对于这样的一些抱怨 我觉得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再等一下 看看苹果究竟应该存在什么样的场面 在2012年发现了类似的投资本劳工权利的时间 特别在中国的富士康 后来富士康采取了一些确实改善了劳工的条件 然后新国跟富士康一直推出了一些改善劳工的条件 最近我们有证据是 其中的一些确实改善了劳工的条件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的报告 发现劳工的条件各类的现象仍然在进虚 甚至比以前富士康的情况更要超高一些 他们会跟中国劳工观察这样的机构 去评估这些危险的劳工权益 但是我们现在要再等一等看一看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好 李强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 您作为一个劳工权益组织 那你们在跟苹果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苹果有没有给过你们任何的这种答复 或者其他的这种解决方案呢 实际上我们跟苹果已经开过很多次会了 他们还是反应还是 就是说他这样的就是他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么企业社会责任部门 针对我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反应非常积极的 就例如我们在硬化工厂找到强制压制工人的身份证 然后苹果第二天就派人去了这个工厂 并且来就要求这个工厂立刻把这个身份证还给工人 这个是他的 但是你说从苹果的这种高层来讲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没有从根本上面来改善 这个整个他们的采购供应链 比如说现在他是针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报告发现的这些问题 具体问题 那么他可能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呢 如果他整个采购供应链不做调整和改变的话 那么实际上比如我们今天调查核硕 那可能明天我们调查其他工厂 那个这个情况可能也在别的工厂也会同样出现 那么实际上比如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 我们的这种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能够调查工厂也很有限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个以前开始调查富士康 那么苹果对这个富士康做了一些改善 那么现在我们调查这个核硕 那么核硕工厂在做一些改善 但是如果说他有两百多家供应链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监督他所有的工厂 所以我们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苹果应该改善 他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整个系统 确保他们的标准能够执行 好的李强先生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我知道您还 你们的这个劳工观察组织呢 他们你们也在中国其他这个代工厂进行调查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呢 以中国这个代工厂呢 以时来计算呢 时为最好一为最差 那您觉得核硕应该排第几 核硕的话他这样的他三个工厂 这样子应该分开来排 就核硕的话那个如果他在这个上海 在这个日腾和这个昌硕的话 应该排三分就是倒数第三 然后他的这个硬化的话应该排给两分 就倒数第二 那么富质黄呢应该可以给到八分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李强文家 另外提教您哦 您报告当中也提到说 这个核硕的厂区里面贴出了 不招藏人维吾尔人的广告 那您知道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 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个 而且这似乎如果在美国来讲的话 是有种族歧视的一个嫌疑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呢 他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说我们拍的这个 就是说拍的这个就这个招聘的广告 不是在这个中介那里招聘的 是拍到的是在他的厂区里面 所以说那我想的话 昌硕工厂是应该对此负责任的 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 因为您提到说他的代工厂那么多 那不过上次针对富士康 这是真的合硕 我们知道这两个公司是台湾公司 所以你有与他们在台湾的这个总公司做联系吗 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那个富士康有跟他们有联系 那么昌硕的话实际上 那个我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这个回复 那么以前跟那个富士康 有涉及到一些侵权的问题的话 富士康会做一些回复的 其实呢我上个礼拜也是跟合硕公司 合硕公司在台湾的这个总公司进行联系 我希望看能不能把他们这个行政总裁 带到我们的节目上来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他们的看法 但是呢他们说老板没有空 所以他们寄了一份声明过来 那何硕呢在发给美国之音的这份声明中就这样写道 他说我们坚信员工是公司最轴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认真看待所有劳工相关议题 并将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 如有任何违反中国劳动法规及本公司守则的情势 我们将立即采取改进的措施 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在原播室的马先生 您觉得他们会做到吗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们下回错会承诺上面的承认 在受到这些承诺当中 他们在承诺需要对这些违反进行调查 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政府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 这些规则必须包括劳动的法规必须被实施 标准必须被执行 如果出现违反的话 那必须要承担后果 好的 李强先生我想问您一下 您在那个报告中内提到说 这个核硕和富士康的工人 对工资水平是不一样的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对 这个印华的 比如我们同样相比生产 那个苹果外 那个后壳的 那个iPad后壳的 这个印华工厂和富士康 深圳工厂做比较吧 那么那个深圳工厂的话 它是基本就进场工资是1800 那么这个印华工厂的话 它进场工资是1370 那么富士康在工作三个月以后 可以转到2000到2020 那么他们上整个工资水平的话 是相差这个大概有三分之一接近 那这个昌硕的话是生产 那个就是iPhone 5 iPhone 4 或者现在的这个连加iPhone 那么那个郑州的这个富士康 也同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郑州富士康的工资 也是在2000到2200之间 那么这个昌硕的话是1620 那么实际上中间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差别 那么那个昌硕是位于上海 那个郑州是在 在中国的一个内地城市 本身两个地方的物价就很大的一个区别了 所以说那么这个我们的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说 实际上那个昌硕的整个人工成本的话 要比富士康的这个人工成本 将对要节约大概是三分之一 因为还就包括他的这种 比如违规啊 客户工的工资等等加起来 所以说如果你生产同样的一个产品 把它放在劳工的这个权益 放在工人的这个利益方面的话 那么就是说 实际上这两个工资是区别很大的 李强先生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 苹果公司呢把很多的这个订单呢 就放到这个核硕这边 那您觉得核硕客扣工人的工资 以及核硕就是这个条件比较差 是不是他们赢的这个竞争的关键因素呢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那么实际上苹果 我认为苹果要找这个公司 它可能是需要多元化 就是说因为以前这是富士康 唯一一家工厂 那么他现在可能想把这个就是说要多元化的来 来他的供应链这样的会相对来讲更安全 但是他要在这个多元化的这个过程中的话 他要确保这个劳工标准是同样得到遵守的 就就是说如果他如果说他没有那个标准 没有办法他自己苹果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采购标准 没有办法指引的话 那么像仓术包括别的这些这种工厂 比如说现在伟创立这个比亚迪还有绿点等等这些工厂 那么他们可能项目压低价格来获得苹果的这个订单 这个也可能是作为他们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苹果关键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执行他们的一个标准 那李先生我最后来提到您 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他这些标准因为不符合规定 然后而且呢在各地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工资的这个标准不一样 所以说有应该要有不同的定价 所以您认为说今天在和硕的工厂富士长工厂 他要怎么样来改进他的福利工资制度 再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您觉得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符合中国的这个劳工标准就可以是合理的 那中国政府是不是背后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去强制他们来这个这个 他们要来这个服从这个标准呢 那个工资标准的话 我就说要需要跟工人机体协商来讨论这个工资 但那个工厂啊他都不采用这个 那么如果说你就按这个上海来讲的话 上海的这个平均工资或者他的平均工资是将近是5000块钱 那么这个仓数的这个工资水平是明显是低于 他的最那个那个平均工资了 所以差额很大 我认为的话如果说这个这些工厂 他应该给支付工人一个生活的工资 或者说支付工人一个平均的工资 好最后我们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想请马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觉得中国的工人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在您的从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来看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多方面的问题 我们最近看到的工人 在这些工人也在选择 多组织就来越多的抗议 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们为民主持 社会组织 应该扮演更大的角色 来保证公民的权益 最后是文字节日的一部分 最后我觉得中国政府 需要越来越多的加强执法 对非法公共权益的政法 中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来保证公民的安全 保证公民的权益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些法律起草的语言比较憾怀 但有一些情况下 这些法律法律 并没有解决现场的问题 这些需要改变 三口栏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啥 当然这个体能键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建 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超通的 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要以我们刚才谈了美中人权 又谈了这个劳工权益 都是非常沉重的话题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轻松一下了 轻松新闻时间 对 今天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介绍什么呢 对 你想想看 通常你要想要去轻松一下 你会到什么地方去 你最喜欢 应该是 或者在客厅躺一躺 或者看看电视 或者去上个厕所 对 没错 其实有这个研究显示 人一辈子里面 你有一年半的时间 是花在厕所里面的 很长哦 对 所以说有人蛮重视 他的厕所的设计的 那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杂志 叫做加州居家语设计杂志 然后就选出了 世界五十大独特设计的厕所 让大家看看说 你要在这样独特厕所里面 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去过过瘾 然后让你好好的轻松一下 这当中呢 有许多很有趣的 这个卫浴的设计 如果让你首选 你会选哪一个 我一定选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 来看看空军一号 对 因为空军一号 他这是美国总统 还有一些少数的高层官员 还有国会议员 才有机会上到厕所 那当然要去试试看 而且还有这些 比较重要媒体的 白宫线的记者 上次纽约时报的 白宫记者就曾经他去过 他说空军一号的厕所 虽然并不好滑 但是非常的宽敞 而且既然是美国总统 用了厕所呢 里面的肥皂啊乳液等等 都是由美国的品牌 Kill所提供的 不过空军一号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 另外呢 有一些就是大家都能上的 重庆的这个公共厕所 这个呢就可以大家都自由的用 我们来看看这个厕所 这个重庆的公厕呢 特殊的地方呢 在于里面的设计呢 就像许多的艺术雕像 比如说做成性 赶女性的洗手台啊 还有张大嘴鳄鱼的厕所啊 还有设计像圣母玛丽亚的造型 根据这个当地的官员说法 建造这样的公共厕所呢 是要推广厕所文化 除了重庆之外呢 其实北京也有 他自己的厕所文化 在北京的中关村的广场 那边有一间 防弹厕所 那这间公共厕所呢 造价十万美元 大概是和人民币的六十二万 不但呢 这个厕所是子弹打不进去 连炸药也炸不掉 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来制造这个刀枪不入的厕所 并没有人知道 而且究竟是要给谁用的 也不清楚 因为当地人很少使用它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高科技的厕所里面 只有英文跟法文的使用说明 没有中文标示 所以哪天如果真的中关村 发生了恐怖袭击啊 要躲进去里面 这个防弹厕所里面 逃难的人 也只有看得懂法文 看得懂英文的人 不过估计也藏不了太多人 没错 不过很多女性呢 还是喜欢浪漫的感觉 像比如说 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中 有一栋灰姑娘的城堡 里面的浴室呢 就充满了灰姑娘 童话般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浴室 在这个灰姑娘城堡的浴室中呢 除了墙壁上 有中古世纪风格的壁画 还有彩绘的玻璃窗 皇家大理石浴缸 连天花板都做了特殊的处理 像星空一样会闪闪发光 让人就像感觉像是 灰姑娘变成公主一样 既幸福又浪漫 希望以后有王子的城堡 可以让我来去勾过瘾 那我们知道 虽然世界上有这么多 有趣设计的卫浴设备 但是你真正很需要的时候 还是使用最重要了 我们知道之前在德州议会 有位女议员呢 她这个意识阻挠的 这个冗长发言 她讲了十几个小时 当中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 非常的辛苦 是 那在这个时候呢 厕所是不是独特设计 一点都不重要了 对 那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冗长发言呢 叫这个Windy Davis的议员 使用的就是要做 无限制讲演 那么这样的手法呢 稍后的法律窗口 就要为大家介绍 这个所谓的无限制讲演 是怎么运作的 休息一下 我们忙回来 说你不能这么无伪的死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用自己的笔 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 国保的官员 他们会从 甚至从那个北京 飞到 飞到我的脑家 那个四川 这一场军事整间的课剧啊 诚意 为您避免地发生了 江振民主持一个 一个军委的会议 如果这个书出来 我们将按扫黄 休公事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被这个枪 说把这样的反党 反革命 如果军的作品 胜诉 传播 散发 欢迎回到VL卫视的 时日大坦节目 节目最后要为您播出的是 法律窗口节目 无限制讲演呢 是美国的参议员 特别是少数党参议员 用来阻挠议事日程的手段之一 他们为了避免多数党 在参议院中为所欲为呢 通过脱长辩论过程的疲劳战术 致使某一法案胎死腹中 那么无限制讲演 在美国的参议院 是如何运作的呢 接下来就请看 由亚威主持的 法律窗口节目 由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1939年出品的影片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介绍了南部某个州的参议员 突然去世后 州长任命了 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年轻人 史密斯 接替他的职位 这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新人 来到首都华盛顿后 他为了阻止一项拨款法案的标决 以表明自己的无辜 在参议院发表了 长达24小时的讲演 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场景也一再出现 只不过成败难以预料 2013年3月6日 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兰德·保罗 因为对政府的 无人驾驶飞机的政策不满 在参议院进行了冗长发言 以阻止参议院 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 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 约翰·布伦南的投票表决 兰德·保罗参议员认为 在美国土地上 使用无人驾驶飞机 炸死美国人 属于犯罪行为 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要讲到我无法讲下去为止 但是13个小时的讲演下来 他还是盯不住了 我发现无限制讲演 也有他的限制 几分钟后 我不得不去方便一下 兰德·保罗参议员 未能如愿以偿 参议院最终还是批准了 对约翰·布伦南的提名 63票赞成 34票反对 参议院历史学家 贝蒂·科埃德说 对于什么是无限制讲演 以及如何结束讲演 美国宪法只字未提 不过宪法第一条第五款 允许参众两院 各自规定本院的议事规则 最通常的看法是 无限制讲演 是指拖延参议院议事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拖延就某项法案 或是某个提名的投票表决 这既可以是某一位参议员 站在议事厅 发表好几个小时的讲演 也可以是一组参议员 互相配合拖延某一法案的投票表决 据科埃德介绍 使用阻挠意识日程的策略 在国会建立之初就已经有了 但是无限制讲演 对了巴斯特的说法 正式被提出是在1850年代 到了19世纪末期 它已经成为拖延 或阻挠某一法案表决的 一种常用手段 科埃德说 参众两院最初都允许无限制讲演 但众议院因为人数相对要多 为增加意识效率 修改了辩论规则 取消了无限制讲演 而规模较小的参议院 一直将这个做法保留至今 根据美国宪法制定者的初衷 参议院首先应该是一个审议机构 而不是一个高效率的机构 它在意识程序上 最初就被设计成为一个 极为谨慎保守的审议性机构 但是众议院则是被设计为 一个具有效率的 由多数派意见控制的机构 2013年6月25日 德州民主党籍参议员 温迪·戴维斯 在州议会发表冗长讲演 以阻挠由共和党控制的 德州参议院 表决一项限制堕胎的法案 该法案禁止怀孕20周后的堕胎 对医生和药品实施严格限制 同时有可能关闭42家 拖胎诊所中的37家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任何居住在德州的妇女 都应该有她自己的法律 以及在医学上安全的选择 戴维斯一开始演讲 就吸引了一大批民众旁听 按照规定 她站立时不能倚着桌子 更不能离开议事厅 她必须不中断地围绕 堕胎法案讲演 不能进食也不能上厕所 经过11个小时的讲演 戴维斯暂时阻止了德州参议院 就限制堕胎法案进行表决 参议院的议事日程 一度受到阻碍 不过最终还是在7月12日 通过了这个法案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格里格·科格尔说 每个议会对无限制讲演的 规定都不同 他谈了州议会和联邦议会 之间的区别 在德州参议院 温迪·戴维斯的讲演 必须围绕正在讨论的法案 而在联邦参议院 众所周知 参议员如果要阻挠议事 不一定非要就正在辩论议题 发表演讲 他可以谈论自己喜爱的小狗 也可以宣读菜谱或电话簿 只要不停地说话 就可以持续阻挠议事 在联邦参议院 无限制讲演除了在时间和内容上 没有限制之外 其他参议员还可以当场提出问题 给进行无限制讲演的议员 以喘息的机会 尽管如此 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 十几个小时下来 不仅严重消耗体力 而且考验一个人的毅力 在参议院历史上 创造了无限制讲演记录的是 来自南凯罗莱纳州的联邦参议员 斯特朗·瑟门德 瑟门德早年是一个 出了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 1957年8月28日 他试图通过无限制讲演 来阻止参议院 对民权法案进行投票表决 民权法案旨在保障少数族裔 与白人享受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 特别是选举投票权 他的讲演整整持续了 24个小时18分钟 不过参议院最终 还是通过了这一重要的法案 瑟门德后来也改变了 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 他2003年去世 享年100岁 为了解决冗长发言的弊端 参议院改革了一时日程 确定了结束辩论的规则 只要取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 以及60票 就可以通过结束辩论的动议 此外参议院还设立了分轨制 以及冻结受到拦阻的法案 转去讨论争议较小的法案 从而避免出现立法阻塞的情况 有的时候参议员们 还会通过妥协或协调程序 来规避阻挠意识发生 如今参议员仅仅是威胁 要无限制讲演 例如他会找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说 我准备就辩论的法案进行无限制讲演 这么做使法案被搁置下来 除非李德肯定自己能够得到结束辩论的60票 否则就不会让无限制讲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美利坚大学法律教授史蒂芬·弗拉德克说 据统计无限制讲演在参议院历史上 被运用过1000次以上 我认为比了解这个数据更重要的一点是 无限制演讲 不只是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市的演讲 也就是由某位参议员 站在议事厅好几个小时的那种演讲 事实上 在如今的美国政治制度中 不需要这么做 也可以有效地阻挠意识 让少数党达到拖延直接表决的目的 一些人士出于对参议院中 多数党独断专行的做法不满 提出要保护少数党的权利 因此竭力维护无限制讲演存在的必要性 另外一些人士则对参议院一而不决 运作效率低下的情况深表不满 这两股力量的博弈 正体现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相互制约 相互制衡的特点 BOA卫视记者亚威 弱水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BOA卫视时 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跟你一起探讨 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 而发起的天下围城运动 以及美国众议院投票 批准国安局继续进行电话监听的话题 欢迎您收看 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邀请到王丹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所以希望您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BOA卫视 我是吴欣欣 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安逸 下次节目再见